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也是突然收到粉丝的私信 说他们被敌对营地的人给入侵了 想让小强过去打把手清理掉他们 一开始看到他的营地 小强是有点犹豫了 相信小伙伴们都有印象吧 没错这就是之前口爱小强的营地 光明之地 不过每个营地都有夹石棍 咋不能一棒子打死一群人 况且这还是粉丝教道呢 那小强就帮一下他们吧 房子外面有这么多人守着 怎么都不供进去呀 房主也是的居然不告诉我们密码 没办法看来房子这里一时半会儿是制裁不了了 那咱们去敌岛那边瞧瞧吧 这营地的人也是告诉小强 他家的就在敌岛二区 这就说我们去会为这个人 看看是哪路神仙 哎呦这不是小强的老套路吗 躲在桥口偷袭 没办法这样被他先手 那小强肯定得抵抗一波啦 在这里是很难灭掉他的 我们只要耗散他就可以了 这人输出这么高小强根本顶不住 看来他是有备而来提前把武器附魔了 我们先暂时撤退 等小强父母回来再和他打一架 还好我有封信背包 不然这波可能就凉掉了 小强也是回家生了配件 附了魔打算过来找他一血前死 没想到这人居然变成给打住了 变成围殴着 可惜了呀 不能好好和他当交一场 不过也没关系 只要把他灭掉就好 反正小强今天的目的 就是来帮粉丝请你拆架的 既然你到这边解决了 那我们就会防止帮忙吗 之前小强还在奇怪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攻防 现在才知道 原来这些敌对的人都躲在金库里了 可以可以 那小强就做行风部队 进去看一看有多少人 哎呦 刚进来就被他们给打藏了 真是难受 这里少说有三四个人 根本反抗不了啊 我们还是脱奖减条定损失吧 这些人真是太猛了 肯定有很多小伴觉得奇怪吧 为什么外面这么多人 不一起进来围殴拆架的 其实是这样的 进金库的人数一多就会卡 相当比大家进来是当活法式的 完全处于劣势 而且里面的人也不少 想要一次先灭掉他们是很难的 不得不说这些拆架人真是很牛逼啊 他们肯定也是迅猛一久 就是为了搞今天这波事 之所以他们能这么多人一起过来 就是因为这营地有内奸 这个内奸去他们营地挨个拆架 然后他们就能组团过来搞事情了 厉害厉害 要不是今天遇到这事 就像都不知道还有这种神操作呢 而且最让我佩服的是 他们很佩佩啊 现在一个人拆完市场架 再让内奸开门进去 这样他们在金库里就可以完全不用当心毒气了 现在这营地的人也是守得不耐防 早上进去门工艺班 以人数的优势看能不能灭掉他们 你们看 这旁边一队倒下的人真是够狠的 我们赶紧输出 别让他们的机身怀背了 这人实力好强 可想打他只有40多的输出 而且走位也特别烧 很难打中他 我们俩的实力相当 完全可以和他拼一波 没想到最后他队友来支援了 看来这波进攻失败了呀 可惜可惜 小强还以为这次能狂灭他们了 哎 早回事 怎么所有人都被踢出来了 看来只是这营地的市场被逼的战士退营了呀 不过怎么不见那群拆架的 他们人都去哪了 真是神奇的现象 小强完全搞不懂啊 之后我也是大叔找过了 根本不见他们的踪影 没办法 既然人都不见了 那小强就只好回家去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在这里了 有小伙伴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小强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